如果反对党希望能够协助这个国家改进的话 他们应该提出更好的方案 因为作为反对党除了只会批评和谩骂之外 他们有责任向政府提出他们的看法应该是怎样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反对党要有一点数字 始终我们还是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 没有人愿意承认任何的错误 没有人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 有始至终绝对不能够把这次的事件归纳为是学生的错误 学生非常简单就是考完试过后 依据他们的成绩向这个公共服务局申请奖学金 我们需要奖学习 但这不是办法的方法 我们要坐下一起用一个论论的论论 不根本的名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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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根本的名字 我们要求他们到最上一层的国家 我们不想听到最后的事情 我们不想听到最上一层的国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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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想听到最上一层的国家